歡迎收看今晚的《動漫無雙》 我是主持雪玲 又買二 李仁姐 我們今集很久沒說過 漫畫 一乘不變漫畫皆是十年如一始終堅持 可不可以這樣說呢 都算的 他的套路上 他的套路其實他出了這麼多本作品 其實你都會看到 他的套路是一樣的 他的畫的角色 你看到幾套主角 其實他的舞都是一模一樣的 是一模一樣的 全是一模一樣的 智慧物 我們今天要說的就是這個 《真倒號》 陳陰大家索素是聖隻小子 現在是列上的《妖精美巴》 《大條》 其實大家都 如果有稍稍接觸他最出名的兩本《聖石》和《妖魅》 這兩本比較長篇 大家都會知道 他基本上他的故事套路 都比較舊式漫畫的套路 你看到他是否有講打遊戲 打遊戲的不是他? HUNTER那個 他的《妖精美巴》 他快要畫一畫 你看到他媽媽後期 就說我玩什麼遊戲 我跟其他人玩遊戲 有些很有趣的說 因為他比較承擔到鳥三明或龍珠的舊派的套路 諸葛不停會遇見敵人 還是一個比較強 而諸葛不停得分 這些比較舊式的公式 會刮出來 而在日本漫畫家來說 珍島比較出名的都是他的繪畫幅度 很多人都覺得這條路是不太正常的速度 即是說他快還是什麼 快 他已經有技術所的模組 他又不變 又不會有什麼新的東西出來 他當然快 就算你熟了一個套路也好 畫畫的速度始終也有限 但很明顯 應該這樣說 珍島是很享受自己畫漫畫的過程 他媽媽都是套路的畫 為什麼呢 平時的畫格通常沒有什麼背景 比較平淡 沒有什麼立體構式 但有些跨業大圖畫得很仔細 在那些地方才下來 他也是有些訪問 或者是平時有些大家如果有留意的小道消息 都知道這個人的古話速度 他幾天基本上可以起一本漫畫 其實那一期 起一本漫畫 要連續那一期 對 甚至他有時候畫多了出來 然後他可以整個禮拜 不知道他在哪 打機 對 比起那些只顧著打機的那些又不一樣 這些叫識分配時間 老實說 我覺得珍島浩本身他的畫工 其實 我不知道是關於他的速度還是他自己已經習慣了這種模式 你看到其實 很多時候都會有些很崩的畫面出現 不過當然是見到他的風格 看上去會令你覺得 好像沒有太大所謂 不是因為他那些劇情會有些攪拌 那些人會不一樣 因為他經常加一些人外的生物 即是你刺長物的下去 就算有些崩畫也會覺得 這個世界是這樣的 我覺得是屬於人像方面 尤其是 你說是不對骨架那一隻 骨架也不至於好意 我想是五官方面 其實很多時候要見到落差 尤其是我覺得在妖味那裡 畫多畫少更嚴重了些 這個會不會是純粹 比如說他之前畫那兩期 技巧未成熟 之後就畫得多了 我覺得是中期開始 他開始有些崩 OK 當然啦 有些人會覺得 尤其是在聖石早期 都會說他是 模仿這個 One Piece的 像美田榮一郎 即是那些畫風 大家都說 好像差不多一樣 這個餅人 會不會是同門師兄弟 但好像又不是 其中一個人是 分開拍名 同一個人 純純的不是 所以說笑而已 所以會看到 其實你說 剛才聖石那期有這個比較 雖然我覺得 其實兩者 你說在同期裏面 出了兩個近質相似的故事 應該說在風格上 故事的流向上 好像有時候 很多時候都是開宴會 又打一場大的battle 然後又笑哈哈 然後把敵人的角色打敗 之後就加入我方 是的 都是這種慣常套路 我可以說是 亦都在Jump裡面 是一個很旺度的設定 但這本文章不是Jump 這本文章是講談社那邊的 這本文章是講談社那邊的 其實是不是打對台的故事 又不可以說打對台 你又不可以說 沒有話說 這類型故事 Jump應該連續不到很遠 這類型 在Jump裡面 他不是很突出 但因為他不在Jump 所以他沒有問題 OK 不得不講 一定要講一套 一定要講聖石小子 他應該是第一套出道作 他之前還有沒有的 我記得就好像沒有 他一出道已經是聖石小子 我記憶中好像是這個 不確定 不確定 可能他之前有說過一些短篇 我記得是 但 他不是精神連載 總之應該是由他去做作畫 和自己編迷情 這套應該是第一套 長編來說一定是 我記得就是 第一套可以有這麼長 又有動畫化的 他都 嘗有些料到的 都叫做 不要說差差 那就平平凡凡凡 黃道這些 總會有適合的觀眾 故事你都會很黃道 其實 因為我一開始看聖石那一刻 尤其是 我會想起一套很舊的漫畫 第二大冒險 即是勇者鬥我龍 不是 有不同的 港語大冒 港語不是勇者鬥我龍 動畫的石 以漫畫來說 開頭的走向都很像 而且一套都翻 不同的劇情 和不同的角色 進去裡面 男主角 這個一定是勇者 一個傻氣的女主角 再加一個男配角 男朋友前面的敵人 即是要有型的那隻 傻奸奸 有熱血那隻 就是主角做的 要型要懶好要哭 就比男二號做的 類似是花瓶 有少少武力的分力 就是這個花瓶類主角 故事最主要是 說回圍繞這個聖石的故事 其實是第一代的聖石使者 阿爺 阿爺 很型的 年輕的時候 他已經是 他一直在尋找 普魯 還有他要尋找 失散的聖石 但是去到中段 去到車庫島的時候 突然之間 聖石就失去了威力 因為聖石就簡選了 另一個繼承 第二位繼承人出現 所以聖石就不做 因為他覺得他太老了 已經沒有了那種動力了 退休了 退休年來後 會再虐待他 其實呢 如果你看回那個故事 聖石幾乎 大哥 如果那一刻難聽你說 他死了的話 怎麼辦 他不會理你的 他又沒有人類的感情 他又沒有人類的感情 不是聖石就死 是你死了 關什麼事 我找那個大個人附身就行了 尤其是你看這個故事 到最後 他在歷史的過程中 他是必要的犧牲 你看看整個QB 阿普羅整個QB 那個人 不是說是QB 他是QB 最終就是因為 挑選了哈魯 成為第二代的聖石使者 直巴就將 聖石的計成員身份 國底 十位停集劍 或者是TMC劍 TCM 沒有東西 TCM 交給第二代的計成人 總之 開展這個故事 無編故事 拯救世界是靠你 公式法的套路 相當公式 也算是相當公式的 也不知為何 男主角 終於是一些偏遠的島 父母不在 這樣的劇情不在 以那個時期來說 其實都正常 這種故事套路 然後又是找七粒 這個七這個數字 有什麼特別 不是 聖石五粒 聖石五粒 然後十個其實 十種 哪有七呢 哪有七呢 你記了龍珠 相當的套路 就是找些東西 但他才找少些 中段裡面 加入了不同的其他角色 不過你說 可以這樣說 聖石我會追下去的原因 其實是 至少他寫角色的性格 我覺得是寫得分明 不是說撈亂這角色 他在公式套路 有什麼人的角色 當然是分明 但其實很多這類型的故事 漫畫講到 他加入那幾期 他有表現 但之後 通常就沒有什麼表現 花瓶的音樂角色 通常都是給男主角表現 或者是給女主角有賣民的表現 他算是分 尤其是 是固定的隊伍組成之後 即是 不知溫律的 武吉他 還有 龍人族 其實那個還沒算 固定的隊伍就是 Elly 再加哈魯 再加武吉他 還有一隻 不知什麼的生物 再加武吉他 三人一狗 那隻車夫 三人一狗 一車夫 車夫可以給他 他出錢顧回來 或是同胸 我不會明白 那最主要你說 真正戰力的角色 最初就是 德亞、武吉他 和哈魯 不是好像 有馬那樣說 女主角是一個 花瓶的角色 又不是 禮平八身也好 他安排第二個公式 總之你三個主角 有三個敵人 四個主角有四個敵人 然後在開場之前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四個人會分開不同的地方 各自一對一單挑 而分配給女主角 不是賣錢 前期不會的 前期他雖然說有三個人 但是女主角沒有戰鬥力 所以他其實應該 幫派兩個敵人 也都未說去到沒有 人家起碼是有一支槍的 大佬 這支槍在這樣的威能面前 過了超能力的 打你那些槍 算了 除非你說這支槍 那些魔法槍 打槍有些不同效果 這支槍的確是 整班Iron Man 他們是什麼復仇者 你不可以拿這支槍 十日七美容 大佬沒有意思 但是故事裏面 其實他叫做分割戰力 也是因為他這種風格 和當時 One Piece很像 因為One Piece 一陣子入到島後 全部人要打散一次 然後再合流一次 其實這個模式也是很公式的套路 不同龍珠 龍珠的套路就是 主角永遠不會先打 或者主角被人打 就先躺下 然後其他角色補償 打到差不多一支 主角起身就撿尾刀 主角是強化的 然後撿尾刀 都是撿尾刀 我說知道你強不強化 這樣說起來 好像沒有什麼漫畫 是做到 譬如說三秋一那些劇情 譬如說團體戰這些劇情 好像沒有什麼做到 而聖石裏面 尤其聖石裏面 妖魅方面 都會說有這類型的劇情 但是在聖石裏面 真的少之有少 這類型的劇情 我簡直覺得 基本上沒有 好像沒有 有試過二對二 我記得敵人 打算一個圍著主角 然後我們要公平一對一 不知如何交代 敵人很實規矩 主角都很實規矩 單挑始終都容易畫些 他有時候會用單挑一面 做單挑一面 交代敵人的身世故事 他要做些事情 這樣適合你 單挑始終一對一的技能 就有這麼多 他想的事情 不會方便些 怎樣對戰 有什麼優劣 都可以顯示出來 但如果你說團體戰 就未必很難畫 要好看漫畫家的功力 因為其實你說 直至去到 他第一節 最大的battle 就是去到打KING 應該是第一章節的尾 這裏的故事 都好像我們剛才說的那個套路 當然其實 他 其實 開頭看 其實這個故事 好像是想到什麼 就說什麼 因為 其實他講到 那個KING下面 其實是有六期將軍 我還在想 為什麼六期將軍 還未打這麼快 打KING 那段 看的時候 我覺得挺奇怪 其實中段 除了六期將軍 還有 還有其中間其中一個Key的角色 極克 極克 極克的角色 就像很多漫畫的 旁白 那些 極克的角色 還有 中間裏 就是 若德 那類 他經常有賺錢 賺了 有一個新的組織 出來 這些支線的角色 是的 故事裡面 其實 整體上 好像我們剛才說的 那個格局 也會覺得 他根本沒有很詳細去想 故事 如何鋪拍 發展 或者鋪什麼復刻 應該都沒有 明顯看到 他有很多事情 臨時做過一集 雙峰會聚之時 說到 很誇張 其實就是 不是 但你之前沒有說 是 那一集 其實這個名字是有風的意思 不好意思 我已經看不到 這個名字是有風的意思 就是 很奇怪 那一集要做 那部份的故事要講到 他才塞這個事情 不是 這些是連載很常做的事情 應該這樣說 失德好和失德好的分別 其實 Panella是完結後 你再重觀整個故事 其實 他很肯定 應該都是 他決定了故事的大方向 以及一些 的擔當位置 他的設定上的鋪排 他是想過的 也很明顯 不可能寫到 最後幾期 那麼大迴響 或者令到聖聖 得到更大的人氣的故事情節 在裡面 也知道 他在那裡其實是有報道的 其實不會是 他可能會想了一些 但他報道得很差 應該可以做得更好 不過可能是說故事技巧 應該這樣說 你不可以否認他 他在某幾個 他在某幾個劇情 他寫得很好的 很多人都認為 很多漫畫的名牌 也佔了一至兩個 在聖誓裡面出現 你不可以質疑 他編的能力 他真的有多少 在裡面 你也質疑不到 但是他寫的東西裡面 你說的套路 也好像其實打King那一節 十位奇襲劍 其實那時候 我記得好像去到 第四劍 第四劍 第五劍 雙龍之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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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節 然後 為之 到King那裡 當然 就是Haro的爸爸 又出來了 始終在這麼久的爸爸 終於出來了 一期就死了 他那一期又說一下 什麼父子之情 又什麼 沒有 他先打他 我死了 跟著交給你 他說到他爸爸 總是為了某些 更大於家的利益 原因 離開家 說到這些 他爸爸 假假死 也是一個 一個國家的 國王 過王 雖然已經沒落 雖然已經沒落 早已滅亡 其實已經是 即是 你叫做 鋪回主角的一些身世 也就是 創造了 宿迪 那件事 因為在之後 是King的兒子 很神奇 這個問題 其實他在這篇漫畫 其實King那篇 其實 有些問題 我先查一下 King 他就說 他的家人 總之被HELLO 部署 所以殺了 他 然後他就發出 我不明白 這個 這個 是 King 到終點 其實是突压的地方 就是因為 真的好像沒有想過 後面 某些 他突然奔出來 然後 其實他才鋪回 他的兒子 一早被困住了 一早被困住 所以沒有這個兒子出現 他剛好不在那個地方 對 不過這個 都是鬥的 這個一定是鬥的 這個一定是鬥的 其實 但是 其實 我也不知道 因為他一開始設定 說 其實應該不是 聊過兒子 他那時候沒有這個設定 是後來加上去 其實 我覺得不加更好 你加上去更鬥的 你不加上去 你又發展不到故事 沒有 他很厲害 因為 其實 本身我覺得 最 不是那麼好看的地方 其實 是 開頭 King 其實 令我出來覺得很無謂 其實我覺得很突厚 作為一個 vick boss 連將軍 六旗將軍 還沒打 唯一打了他就是邱達 邱達算打了嗎 邱達是六旗將軍之一 一開始 但是你打了一個將軍 然後那五個將軍 就 很重要他們說要修建 整個趙賽 這麼一群位 這麼大 他們說要做這個工作 他們找了半年 在這個位置 其實是 突压的 是異常突压的 我覺得是劇情上 但是你說 是 叫做 過了King那一節之後 我覺得 劇情的脈絡 是好很多的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原因 其實 至少起碼就是 由 BIG BOSS 會不會因為 譬如說 他的連載 編輯部跟他說 沒什麼人氣 整潮高潮 會不會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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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會把King那段劇情 擺上前 因為 盧西亞 叫做 最終就是 Founder 我記得 打到King那時 已經打到十幾期 十二期 中段 中段 前些 雖然你看上去 好像 他連了十幾期 打BIG BOSS 是不期待 但你覺得 故事裡面 好像 他沒有什麼去present 你明知道 打King那段 是有很多事情還沒說 所以這樣才覺得 還沒找齊 聖實 還沒找齊 聖實 又打完 又打了 然後又沒有 在後面 更真正的大哥 暫時那一集 還沒看到 你暫時看到 最後的大哥 就是King 打完之後 有什麼好說呢 很奇怪 這裏比較突然 我覺得 其實你如果 King那位 其實 因為King本身 是 最特立的 其實是 DB武石那樣 其實是 DB武石那裏 其實 他那裏 一顆 然後他就 再硬 延伸說 你聖石分了五顆 即是 我DB武石都有分 DB武石都有分 但很明顯 你們看到那五顆 是比原本聖石那五顆 但他也說 高色化還是地人 是厲害的 主角 但他又沒有說到 DB武石為何會分了五顆 他好像沒有說過 只是一句話 回憶道友說過 是因為 直霸 令到DB武石 分裂了 即是 他最後那一招 最後那一招 尼牌 打完之後 龍珠要飛走 差不多 其實那個畫面 跟龍珠差不多 他又不是破壞 那顆武石 其實DB武石 是要破壞不到 他先用魔導精靈力 對 因為這個本身就是 女主角 補牌 Elly 本身的設定 在裏面 其實 但我覺得他不想這麼早說 所以他安排了 Elly是失憶的 失憶就是固定環節 而故事 其實去到 真正你說 開始有補牌 因為本身就是 其實最加分的是 直鋒尼牙編 前我直鋒尼牙 那個期間裏面 由 看見 呼籠骨 開始 你看見很多東西 開始是 有做一個大量的鋪排 在裏面 也知道 尤其是 由這個位置 開始去到 第三十幾期 所有的人物 他又開始 不盡量 亂加人物 因為之前加人物 加得太厲害了 而且加得來是 5% 很多 就算 蒼尼四戰士 那些 即是出現 加得聖石之後 離開了 地球的未來 就交給你 然後就不見了 即是那類的人 以及當中 就是守護 蒼尼四戰士 的一些 二線角色 即是 都好像是 市民的角色 都很用完即棄的 feeling 在裏面 大家還記得 聖石 主角出來 打一個敵人去哪裏 其實都沒有了 丘達 沒有了 丘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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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丘達就是彼達的角色 對 好像有個人不見了 反過來 有時候 因為要湊 都說主角要打兩個敵人 武吉卡 就跟另一個銀術士 其中一個 就有關聯 大家都是用銀 好像是 這個師傅的女兒 是的 他們兩個師傅是好朋友 對 而他的弟子 一個是他的女兒 一個是 約德 和 那位 龍騎士 然後 哈魯和 路西亞 然後 還有 極克 是 你看到 他開始把那些東西 把那些東西 拼在一起 每個角色 擔當 每個角色 都有自己 要對付的敵人 是 一坨坨 對 基本上 所以 看見最終戰 單挑的結果 是怎樣 分配 不可以打 不是敵人 也都是 這件事 開始是去鋪排這個劇情 因為 其實 傾片裏面 基本上 好像武吉卡的 為例子 他找銀色之船 銀色之旅 對 甚至打完傾片之後 其實根本上 一個牽制都沒有 銀色之旅 銀色之旅 是甚麼 是甚麼 他都不知道 他以為是一艘船 是 以為是一艘船 你其他角色 亦都是一樣 Elly失憶 那件事 其實又是 無緣無故 跟著Hallo走到 打傾 那一節 所以一直 所有事情 他所有伏筆 都沒有解過 是 去到直封尼亞片 開始 要解回這些 開始 他有鋪排 未解的 開始 他開始有鋪排 做回所有事情 他常常都被捕捕 捕捕 人都好 這幫人 圍活世界 所有事實都在身上 就要先 好像解謎 逐個解謎 那你的解謎 都好過你不解謎 沒有問題 一邊解謎 一邊去收集 龍珠 不是 收集 食石 找一艘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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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完一些人 看看會不會有微利的角色 會入隊 會離開自己的村子 跟著主角旅行 那主角的全體越來越大 這個 可以這樣說 那你已經說了 其實可以了 很多都是 他這套都是 他這套路是這樣 而且你說 所打的大比特 都是做 因為其實跟著就是 說回就是 鬥快 因為本身正風流下篇 其實主意就是 究竟是 哈魯找齊聖石 還是 是老闆又找齊 魔石DV 但是魔石DV 就有不同的 中波士 就持有了 已經是 而且那些中波士 其實我覺得其實 本身 如果不是 如果不是哈魯幫手 因為老闆根本上 連執計的機會都沒有 其實我覺得 因為本身有些DV 武石的能力 是設定得太屈肌 其實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很蠢 你明知道 對方在找這些東西 為什麼你不 譬如說 你要找魔石DV 在聖石旁邊 應該走去搶 或者找辦法破壞 你搶了壞 那些 那應該劇情應該會好看一點 你弄了BOSS 大局也打 大哥 我的意思是 劇情應該會好看一點 劇情正常一裝 都要劇死主角算 打死鬼 是不是 不確定性會令讀者 想走什麼路 那就是說 他也是很傳統王道的 戰鬥漫畫 很守規矩 找魔石的 就真的去找魔石 找聖石的 就真的去找聖石 就不會打算破壞對方的東西 現在好像變成一個 好像競賽的形式去做 他的Case 我記得 我不太肯定 不過他好像有提過 其實是 雙方未收集之前 其實應該是 內對方不合的 最早是殺死了那個使用使者 但是 你要 然後 再等下一代使者出現 這個Case 而這件事 不是 阿掌路 其實就說破壞 不是殺你 有人弄不見的石 我找聖石 先收完聖石 給你拿 其實有這個劇情 其實你等同於龍珠 你要找齊七顆 才照到神龍珠 你覺得 你覺得 打這個DB武石 黑暗大陸 我忘記黑暗大陸 用黑暗屬性的那個人 那裡其實是 創造了一個 有兩個 大家認為可能是高潮的東西 首先就是 阿掌路和DB武石打 是打不贏 甚至那裡劇情方面說 引指說有第三代聖石使者出現 我覺得主角會死 挺有趣 主角會死 當然他那一刻也騙了我們 其實他沒有鋪到第三代這些人選 不是合理的 有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 不過大家不會感覺主角會死 你那一刻真的想著他會死 主角是不會死的 這些漫畫怎麼會死 這個真刀裡面 基本上角色是不會死的 最多退休 那一刻 那一刻 我們沒有 針到還是聖石旅 我們猜不到他會想怎樣 那一刻的確是被他騙了 難道主角要死 真的會死 因為他那裡創造的 那裡的環境 就是本身 約德 又是用一些一定會死的姿勢 但他最後也是不死的 豈有此理 他說一定會沒有口響 說些話算 約德這傢伙又是 是奇奇用自爆技 奇奇用自爆技 然後他也是不用死的 這件事很有趣 那接著 哈努就交代身後事 又說 萬一他死了 就叫他去找第三代的聖石使者 納費的套路 然後另一方面就是 武吉卡和另外那位 有使用銀術的那位 那裡最終就是 另外那位就犧牲了 然後製造了一把新武器 把銀色之船 和他的銀術合而為一 就變成了一支新的銀槍 那支其實反而才是銀色之類 我感覺上 其實我覺得那個其實是意義大於力量的 其實是 因為你看到其實實際上 武吉卡其實是沒有什麼 improve力量的 其實是 但是那一節 其實那一節是ok的 那一節創造 至起碼我覺得 去到中段打這一節裏面 其實比較好看的是武吉卡這一段 其實那一場戰鬥是牽涉了三個勢力的 那一場我覺得是他寫得很精彩 而跟著就是 看完這一節 好像說到每一邊都主角敗陣 想著其實 然後再說完 其實是不是跟著就是 叫做什麼 暗勢力 贏一支 然後又要等幾多年年 等第三 大使者再打過 嘩 誰知道死完之後 不夠一期 跟著 我最 跟著是 好像是蒼天四戰士那隻 那隻死人海豹 海獅還是海豹 出來 然後說 沒事其實他沒有死到 然後我馬上翻桌 告訴你 都說真倒是公式 上集趕到這麼屁肌 下集就被人打臉 自己也是這樣 你要記得公式套路是 主角不可以死的 尤其是一個這麼中手公式的作家 他會被寫著主角敗 如果死了的話 那些讀者就退去 他 死了 他以後就不用幹了 他以後就不用幹了 那些薄薄油頭再來 沒事的 溫多一次 不要緊 不是的 其實 因為這個位置 他騙了一次很大 大家都知道 如果這樣也不能死 這條話根本上是不會死的 不會死的 很明顯 他對到最後一個期都沒有死 是的 但是很合理 完全沒有問題 然後你說其實中間 他開始我覺得 真倒是寫一些支線 是比主線 支線 我覺得會 因為他始終寫了這麼多期 我覺得是支線故事 其實是給到新鮮感的 因為主線故事 就像大家剛才所說 太黃度 太Happy End 其實在某程度上 你可以預測這個故事 他的結局會是怎樣的 所以 你會覺得之前 他想說些什麼 因為他之前來說 他講些什麼 都沒有所謂 甚至死什麼人 都沒有所謂 所以反而覺得 我猜不到故事的結局 我想看下去 反而你會覺得很厲害 可能會是這樣的原因 是的 其實跟著你所說的 去到最精彩的那一節 認為就是 講到Elly的身世 再加上極黑的犧牲 相信都沒有人同意 是聖石小子裡的最高潮位 高潮位 亦都看到就是 真島唯一鋪鞋 鋪得很久 我覺得他忍得很辛苦 他想殺這傢伙很久 很難畫 所以之後 很多漫畫家就不停死了 很多漫畫家都這樣 那些人很難畫 快點對死 這節真的是有感覺 他也覺得是真的有感覺 其實是 他應該鋪了很久 其實當然 感動還感動 但是 黑心點去看這件事 其實 你會發覺就是 所有 在之後會死的角色 他們死的原因是什麼 大家有沒有發現到一個盲點 什麼盲點 但因為他們喜歡了Elly 而 根據一個黃道設定 女主角是不能夠有男主角以外的男性 所以他們全部一定要死 不是 應該是主角說 搞那個女兒 懂你多少才是 沒關係 主角都不用出手 他們就死了 他們是被命運 不是 他們被世界的修正力 全部整整 錯了 他們被毒者修正了 應該這樣說 真的挺懂的 在兩段故事 無論是極刻為了救Elly而死 還有最後就是 就是 直巴教Haru 最後 十位其他劍 最後一劍 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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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人的死 都是因為女兒 直巴不會喜歡女兒 不是 因為最後 講到故事 那一節裏 這段其實也是這樣 直巴的故事也是這樣 本身Elly 就是當年的 四情宗 Lisa 對 Lisa Lisa 根本上就是 我們在回憶故事裡 Lisa和直巴是一對的 然後 Lisa 為了 某些原因 她要失憶 她不能死 然後 她就 洗腦 然後 然後 忘記了直巴 對 忘記了直巴 真的 然後 以Elly的身份 去到現在 聖石Haru這個時期的故事 開始 那 那個Case來講 第二代聖石少子 Elly 誘了第一代聖石 聖石使者 就是這麼簡單 整個故事 不是 直巴 你老了 我要找個年輕一點的 不好意思 明白 大家就 不 人家也會復了一陣子的年輕 一陣子 你一陣子 有幾十年青春的 悲哀的青春 因為 鋪排 尤其是 這類所謂 奇幻風格的故事 其實很多時候 固然 大家都明白 主角 很少是悲劇的主角 這些不是西方奇幻故事 主角的悲哀極是有限度的 所以悲哀的劇情就是 交由了給一些 配角來做 對 真的很慘 你真是 極黑 為了時間 為了自己的責任 其實他根本是喜歡Elly 為了這件事 而留在 一千年前 八年前 總之為了這件事 起床了自己 而 直巴 就是為了Elly 亦都是 經過了這麼漫長的女徒 說一聲 我累了 不是喔 他女徒 他不是 他女徒有很多事做的 會不會是Elly 但因為他全都是為Elly 其實因為他做 第一代聖石師姐 他是為了Elly 為女死為女亡 還是神呢 因為其實 最後 他那一刻 其實 不知道誰是誰 騙了他 Elly 為了整聖石 就已經是 力盡心亡 然後 直巴 才想承繼這件事 而去 成為第一代聖戀少女 和魔石DB 去對抗 本來他個人 是沒什麼所謂的 難聽來說 他是被女兒騙了 難聽來說 他一入學的時候 他都不知道自己想怎樣 目標沒有 他是為了變勁 他就是想證明自己是勁 變劇 他就是想證明自己是勁 而最後就是因為這件事件 而令到他 間接令他成為第一代聖石師姐 以及就是 這麼漫長的旅途裏面 他要經過這麼多的歷練 最後他得出的結果就是 得過吉 什麼都沒有 你可以說是悲劇型主角 好處就被第二代主角拿了 他不是主角 他是配角 他曾經都是主角 他曾經是主角過嗎 前傳 沒有 作者都沒有畫過 有回憶裏面他就是主角 有沒有畫過直巴小子 沒有 普羅可以做主角 他現在沒有機會 普羅有 他真的有一本媽媽講普羅 直巴不好意思 前傳裏面有意思 而故事的裏面 其實你說 除了這兩個罕有地被悲劇之外 我們都覺得是好看的故事 其實其他人 即是 沒有吉他就沒有得盡 連唯一被他的 那條女兒都死了 然後你說 最大 他還有一枝槍 他裏面有枝槍 他裏面有枝槍 Sorry 沒有一個被我裏面的枝槍 你說唯一 叫做裏面其中一個最大的credit的角色 就是阿若德 這個人 我們剛才都說過 他每一次都是用自爆技 但他每一次都是不用死 不是 胡忍那個都是這樣的 胡忍那個八兩金 叫什麼名字 阿李 阿李都是這樣的 開完八門之後 開一次而已 大哥 這傢伙我數過 他最起碼開過三次大絕 說自己一定會死 但是三次他都不死 不是說他死 敵人都說你開完一定會死 但照開還是沒事 除了credit到最後 女兒都沒事 我剛才想著 這個故事裏面 除了主角以外 所有人是沒有credit 不是 所有人應該是 另一半是死了 無論是死男還是死女 總之是死一邊 應該要 我都猜是 應該是這樣才是 反而變相 這傢伙是很不立體 去到後期 我覺得這傢伙 根本上 這傢伙是拿來做搞笑役的 這傢伙是拿來的 由他改邪歸正 他一直都沒有邪過 只不過說 要戰鬥 這樣的風格的角色 他不就是一個大自摩童 是啊 就是 Something 郵度就是一個比達 第三批 第三批隊主角褸 你擔憶 跟龍之族是相當相似的 如果我們有沒有擔憶是比達 他也就 toget 好像 rocks 我還想到人家的卡 OK 這個故事在裡面 等於哪個比達都說你 混了一件 莊子 不是 沒問題 這個故事的透露就是這樣 但這裡比達死了 比達哪有死過 這個人是龍主互讀末的 他還有沙律的設定 然後主角不是最後的戰 是打前面的四天王都打到 四下四下 然後又有仙斗的設定 然後喝了一罐的又可以打過 這不是龍主互讀末的 那不是宣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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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肯定是宣斗 所以你說那個套路 你都不得不說 我只可以承認在聖石小子裡面 其實那個套路寫字線 我覺得他寫字線是寫得不錯的 但奈何主事他 因為他跟得黃道跟得太多 跟龍珠跟得太多 看龍珠可能看得太多了 他說鳥三明是尊敬的漫畫家 雖然不是尊敬 對他沒有這樣抄 很尊敬尊敗 所以最終你說聖石 我覺得那個結局是不好看的 其實那個結局 你太黃道 你都知道那個結局是怎樣 他只要交代這件事 他只要交代這件事 那他的故事就完了 都是收得太什麼 其實也都是他發 太美好的 都是有一本門的 你搞到這個世界這麼大 你說兩三句話就搞定 不是 有一個我覺得不好的地方 就是他講到最後一集 很多事情都要付出 去打倒對手 就是 分對手那裡 我覺得都算了 他都算做得合格的 但是 最後就是全體來的大復活 其實 我曾經你說 世人永遠記住這些英勇的戰士 有一個立場在 他的另一半每天走去拜他 OK 他人的拜祭儀式 不用拜祭的看他 其實 達爾大冒險 他不是做類似剛才我們說的 他是沒有說到達爾最後有沒有死 他只是說暗示 達爾他應該是未死的 因為 象徵那顆寶石 還在發光 但是 他是沒有說到他真的死 但是因為他真的失蹤了 他沒有 他純粹說失蹤 給他一個open name 你自己覺得 這個故事應該是開心的 你就當他還在 而 插了一把劍在死人墓上 我當你不知道你死了還是 你永遠懷念 都好 最起碼那個格局 是類似很奇運 這個英雄的故事就此完結 就不是很 就是 同一期裏面 你說到之前 犧牲這麼大 你後面完全好像沒有發生過 其實他只是用多一次那個橋段 就是打黑暗那一期 哈魯被黑暗的光吞噬了 然後笑著走 最後一看著你的死 就笑了 我就知道你一定不會死 已經猜到那些公式 不是猜到 更甚 其實是 他現在這樣說的話 他那些犧牲是 boost 來的 對 你創造這麼多劇情 對我來說 很多的故事 死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為什麼我要整個角色死 因為他要帶出一些高潮 死完之後 這個人其實是不死的 因為你說 你說他講到 以死亡換取你的能量OK 沒有問題 但是死亡其實是一件很嚴肅的事 你 人 只有一個性命 一條命 你用了就沒有了 所以其實 他這件事反駁 自己挖回自己 我覺得 變了有些反駁 去到中後期 他用死用得太嚴肅 我想是 因為他身是極黑那一段 他不是 用死用得嚴肅 用死用得嚴肅 是 人死了OK 沒有問題 他真的死了沒有問題 但是 他用死用得 打得很圓 很撞著 很撞著 用了自己自身 用的東西 犧牲了很多東西 打完之後 然後第二幕 你就 這樣打直 就出來 我覺得這件事是 不好看 反而是 你 你是 不中 那個角色 會變成 無所謂 你死不死 都是最後你所說的 你不會覺得 你對那個角色 你替他緊張 因為 你知道就要看 其實 這傢伙是不會死的 這傢伙 因為其實 我覺得 爆發點在哪個位置 是極黑的死 我覺得太大的成功 老實說 他當然不夠 但我拿回極黑 他出來便說 其實hi 其實我沒有死的 這樣 不要了 這傢伙是 一定會被人 釘上柱肉柱震動 一定會這樣做 但是 那裡的死 令到那個成功很大 而你又見到 他質頌後面 他用了很大類的角色的死 去趁劇情去到高潮 但是 他又反過來 告訴你 那個角色是不會死的 這個是去到後期聖石 除了知善 知善是解得好 但用死用得太廉價了 變成 我看完那幕之後 看回前面 你付出了什麼 沒有 你好像在騙 例如說 假設有個神 是可以施力量的 但你要找東西交換 你現在不給這個神 但你下得力量 這樣就很兒戲 這樣交換不行 我覺得 這一節 我們 靜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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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